Hi 大家好 我是安迪 今集說 沙特打亂美國拒絕與拜登通話之後 轉頭就跟中國簽了石油合作協議 在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 沙特國家石油公司 簡稱是沙特亞美 在3月10日宣布 將會在中國東北部合作開發一座大型煉油設施 在此前一日 中國石化發布聲明稱 在8日和沙特亞美簽署諒解備忘錄 上方將會在中國石化現有煉油化工 和未來確建等專案上加強合作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在11日再提為冷落拜登後 沙特亞美同意在中國建造大型煉油廠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在3月11日再提為冷落拜登後 沙特亞美同意在中國建造大型煉油廠的文中提到 美媒在8日的一篇報導 迫於國內能源價格飄升 美國總統拜登近期尋求和沙特等國討論石油出口問題 但通話請求遭到拒絕 路透社在3月11日報導說 沙特亞美在10日宣布 其在中國的合資企業將在中國東北部開發一個大型綜合煉油廠和石化總廠 這個專案由30萬桶每日的煉油廠和粵氣機蒸氣裂解氣組成 沙特亞美將會提供多達21萬桶每日的原油原料 預計將在2024年投入營運 另外據標普全球S&P Global消息 煉油廠位於遼寧省盤錦市沙特亞美將與北方華錦化學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和盤錦鑑城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合作完成上述專案 此外中國石化在3月9日發布聲明說 該公司8日已於沙特亞美簽署了量解備忘錄 根據備忘錄合作範圍包括中國石化現有煉油化工和未來確建專案 雙方將充分發揮優勢進一步強化長期合作關係 雙方還將共同優化合資企業福建聯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簡稱福建聯合石化的運營 據了解目前中國石化和沙特亞美的合資企業共有三家 分別是位於中國境內的福建聯合石化 中石化深美福建石油公司 以及位於沙特的延報亞美中石化煉油公司 中國石化股品公司總裁余寶財表示 中國石化和沙特亞美之間的合作由來已久 上方合作專案包括原油貿易、煉油化工、工程服務以及科技研發等領域 擁有良好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共同實施的多個項目成為中砂兩國能源合作的樣板 在全球能源轉型加速的大背景下 這次簽署備忘錄將為中國石化煉廠原料優化和下游石化業務發展 提供進一步深化拓展的新機遇 沙特亞美下游業務高級副總裁毛漢密德卡塔利表示 這次簽署備忘錄是沙特亞美和中國石化長期合作關係中的新篇章 將進一步促進沙特亞美在亞洲的下游業務整合和拓展 通過向中國提供低碳強度的原油來滿足其日益增長的能源需求 這兩天國際上和沙特亞美有關的重大事件還有一件 多家美媒在3月8日報導說 鑑於國內能源價格飄升 美總統拜登近期不得不把目光投向 和美國關係並不融合的產有關 例如沙特、阿聯酋和委內瑞拉尋求和這些國家討論石油出口問題 並且希望通過恢復伊核貼爾把伊朗石油帶回國際市場 報導說 在俄烏衝突爆發前這些國家基本都是拜登政府 試圖迴避乃至要孤立的國家 但國際關係被顛覆當下 美國別無選擇只能在這些重要的產油國尋求解決方案 美國國內能源價格近日水漲船高 3月6日全國平均汽油價格突破每加卵4美元 達到10月年內最高的水平 然而對於美國來說 這些絕非易事 有美國和總統官員透露沙烏地阿拉伯雖然有能力增產 但兩個不僅拒絕了白宮的通話請求 而且也不願輕易改變生產計劃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在3月11日的標題為 冷落拜登後 沙特亞美同意在中國建造大型煉油廠的報導中 就將上述事件做了對比 還特別提及拜登的一段往事 拜登在2019年的總統競選活動上宣稱 為了報復記者卡舒吉在沙特駐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領事館 被肢解殺害一案 美國要將沙特變成國際社會中的賤民 衛星通訊社問到 現在誰才是賤民呢?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 沙特亞美在2019年底在沙特政交所上市 通過IPO籌集了256億美元 創下了全球史上規模最大的首次公開募股IPO 盧頭社說此舉被視為沙特2030年遠景 經濟多元化計劃的支柱 這個計劃志在吸引外國投資 沙特王柱曾經在一次採訪中港 沙特在加強與中國、印度和俄羅斯的關係 儘管與拜登政府存在一些分歧 但美國仍然是戰略夥伴 在去年3月沙特亞美首席執行官納塞爾曾經表示 目前中國的石油需求已經非常接近疫情大流行前的水平 在未來50年或更長的時間之內 沙特亞美仍會把保證中國能源安全當作其首要任務 今集說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及支持 下一集再見